科技护国群山的染疫风暴 今天实在让我们非常担心 两个警讯 我们先来看到的 第一个警讯是今天在竹南园区 第五家公司沦陷了 利基店也中了 第二个警讯先前 全面快筛的晶元店 隔离一工居然还不够 因为本国劳工 先前快筛因 居然PCR确诊了 因此今天晶元店 立刻启动了二次快筛 要抓出漏网之鱼 今天正还要来告诉我们 这会不会等于预告 下一场骨牌效应 科技业更大的染疫风险呢 没有错 君强哥 我想问 护国神山群的这个群 是什么群 群聚的群 所以当这个所谓的疫情 从所谓的苗栗 从所谓的竹南爆发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马上在这边 成立前进指挥所 为什么蔡英文总统 马上关心 为什么国军一批一批的下去 原因很简单 过去张中某在谈 我们台湾的高科技展业 优势什么 整个西半部 两个小时以内的高铁 从南到北 上中下游紧密的结合 我现在问君强哥 这个金源电子 做所谓的封册 对不对 封册厂商会不会跟他的上游客户 叫做什么东西 晶片制造厂商联系 像是联电 像是晶片制造商 对 都会 那联电会不会在网上 跟他的上游厂商 包含IC设计去做联系 是 也会 所以有过去台湾 非常非常自豪什么 我们从IC设计 IC制造到IC 封册一条龙的部分 现在变成这个病毒 最有可能的纵向传染电 所以当时你谈的是 我们IC的产业一条龙 上中下游 现在会不会变成 病毒传播的一条龙呢 没有错 而且除了病毒传播 上中下游一条龙 还有横向的传播 什么叫做横向的传播 我问今天晶圆电跟超风电 都是做所谓的IC封册 对不对 那我想问 一个设备厂商 会只做晶圆电的生意吗 不会 他一定晶圆电跟超风电 一起做生意吗 所以我今天到晶圆电 装机台的那群工程师 也有可能到另外一家的 封册厂去 我继续问 这些晶圆电跟超风电的工程师 下班是不是在同样的地方 去吃饭 租房子是不是在同样的地方 租房子 买房子是不是在同样的地方 买房子 他的小孩如果上学 是不是在同样的学区上学 是 这叫做横向的联系 我继续问 今天这里面是移工 对不对 移工晶圆电跟超风电 移工 下班之后不会互相联谊 互相聚会吗 同乡一定有可能的 当然会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 这个护国神山群 之所以让我们这么担心 原因在于是 他的重向 上中下游 都是有可能联系的 是 横向 从设备商 从工程师到移工 也是会互相联系的 大家担心的是 有点变成线 线变成面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这个担心的背后 昨天也就是在节目当中 我们讲到第四家轮陷 我可不希望用这样的速度下去 今天第五天 居然第五家轮陷 我们来看看 立基电 居然成为最新轮陷的这家公司 是没有错 因为从晶圆电开始去发现 两百多人确诊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担心 就像我刚谈的 你晶圆电会中 超风电会中 你周遭的包含立基电 或其他的电子厂电会不会中 结果一开始 立基电创办人黄虫 他还很有信心 他说第一件事情 我们员工快晒 全部都没有问题 第二件事情 我们进到这个无城市里面 原则上病毒是进不去 因为无城市的要求 本来就是连病毒 病毒大小都没办法进去 可是问题是 里面的员工 不是只有在无城市生活 他的吃喝拉撒娱乐玩乐 都是在整个竹南周边生活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横向的传播链 并不是你完全 在这里面就可以隔绝的 所以今天才发现 有一名本国籍 注意本国籍不是移工 本国籍的员工确诊 所以表示对于我们来说 面对到这个问题 绝对没有我想的这么单纯 重点来了 现在除了这些所谓帮助纵向跟横向的部分 还有一个什么 移工管理的问题 移工管理的问题 一直以来在全世界面临到这个移工 如果有人确诊的话 都是一个大麻烦 新加坡市 台湾目前也是 现在要超风电子 在八日的时候确诊加势力 这势力怎么来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一个移工 刚刚到超风电子报到 他们到超风电子报到的时候 前七天是做教育训练 可是那个人有发烧 那个人有不舒服 有发烧就是高危险群 你就应该被纳入了 可是你反过来讲 你如果是移工的话 好不容易获得一个来台湾 而且又是在高科技厂的工作 这不是在那种什么乡下的地方 那种劳作 制造业 这是在高科技厂 某种程度也是相对比较好的工作 也比较好稳定的工作 你发现你自己发烧了 你会举手说 我发烧了请把我遣返了 我不会 我怕失去这份工作 没有错 所以他吃了退烧药 然后量体温前先去冲冷水 让他整个人的体温是降下来的 所以这前面一大段时间 完全没有发现他 结果导致现在已经有八个人 因为他而被传染 因为移工都是混合宿舍 这个就变成我们疫调上的一个黑数了 其其以为不可 移工你在所谓的匡列的过程当中 吃退烧药 冲冷水 骗过了体温剂 这个时候也骗过了我们疫调的人员 还好最后把这八个人再度给捞回来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你确定只有这八个人吗 移工是住混合宿舍 移工吃喝拉撒 都是在同样的宿舍里面 他们生活就是一个群聚的过程 你看他从来台湾的时候 就开始吃退烧药 开始冲冷水 如果一传五 一传十 中间再传给家人的话 这个疫情我们非常非常难以去接受 现在苗栗用了霹雳手腕 我先讲这个霹雳手腕 现在在法律上有非常大争议 可是苗栗现在从六月七号禁止 移工下班外出 什么意思呢 你只能上班 然后你只能下班 你下班之后 你不可以去便利商店 你也不可以去跟朋友群聚 你也不可以出去买东西 可是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也是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可是我们现在在怎么样 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去超市买东西 我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去买些我们生活必需品 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去银行办事情 可是苗栗是明文禁止 全部都不行 这个在法律上跟道德上 有很大的争议 我先讲 也很多人权的 包含律师 包含人权的外劳 移工的劳动权力的支持者 都去批评这件事 但是你禁令就是禁令 禁令颁布了 发现有21件 一个晚上 都有非法外出的过程 所以在移工的管理上 现在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你看一连串 移工移工移工 在竹南园区爆开 从一两个移工 现在变成了超过200人 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今天最新的发展是 包含了南科 包含了高雄的三个科学园区 全面同步启动了广筛 快筛 筛这些移工 但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负责任的说 移工当然要筛 可是这个警讯 这个灯号 值得所有科学园区 科技园区来看 晶圆店 一开始也是移工 结果今天他们不得了了 居然担心到 本国劳工 为什么 交互杂探感染 已经发生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会发生 我讲你移工在这边 他所谓移工跟移工一起生活 那是只下班后 是 可是你上班后 移工跟本国劳工 本来就是互相 那本国有没有负责去管理 移工的人 有 有啊 本国有没有负责去盯 那个生产线进度的人 也有啊 这件事情都是会交叉感染 所以说你看 晶圆店又把7300个员工 又在启动二次筛检 他们不是筛检过了吗 因为是这样的快晒 快晒第一个有不准确度 可能5%可能10% 第二件事情也有所谓的病情 我确诊没有错 可是会有潜伏期 我不是在潜伏期的前三天 我的病毒量还不够高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胃阴 胃阳的这个误差值当中 那出了什么问题吗 因为他就是发现有员工 快晒阴 但是PCR阳性 负阳了吗 负阳 但这件事坦白说在台湾 甚至台北 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状况 包含无尊是快晒阳 后来PCR是阴 然后也有人快晒阴 PCR阳 在家里等了7天8天 后来PCR结果是阳性 甚至还有我们讲的 中间的潜伏期 都有可能会发生 这个就是病毒 跟病毒打仗 这个最艰困的地方 你看7300人这么大部队 我当时一筛都筛过了 如果我是老板 好厉害 你们这些本国劳工大部队 都是一筛阴 对不对 快筛阴 这样我就放心了 你不能放心 你有可能复阳 所以俊强哥你知道国际的案例 都是怎么样吗 每三天就请你自主快筛一次 李显龙说后疫情时代 每一个人要学会跟快筛共存 英国的状况是这样 每一个人去药局 一次给你7次快筛量 每三天快筛一次 给你7次等于是三个礼拜的份 你等于每一天 自己都要做自我检测 所以面对到这个疫情 确实非常非常的困难 护国群山 我们想方设法 要守住这一道防线 但是继续 今天晚上要告诉大家 这一波疫情 你来看看 有很多南北两路 叫得出名号 响叮当 扛把子的这些店 来必须呼救 倒下了 没有错 我们现在看到非常非常的多的店 都是包含 我包含俊阳哥从小的记忆 第一件事情 香基层 香基层最有名是什么 手扒机 手扒机就是他一个烤好的炸鸡 然后拿那个塑胶的手套 然后大家分时来手扒机 大家青春的共同回忆 青春共同回忆 结果手扒机确实有一段时间在台湾 就我们现在药幕上看到这个手扒机 我们确实有一段时间在台湾消失了 可是在几年前 他重开了 在新庄还有新店 都有开香基层的隆安店 开香基层 那这个隆安店 其实就是在新庄的部分 结果现在宣布无限期停业 你说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麦当劳 外面都大排长龙 是 肯德基就大排长龙 是 你说有些餐厅会受到影响 像这种素食业者应该还好吧 结果他说没有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客群 你会买一只鸡 通常都是要大家一起共享 你要在现场一起分享 对 或者是带回家 今天有个house party什么东西的 买两只鸡 三只鸡 大家一起吃 很少 比如说我自己在外面租物 我很少自己去一个人买一只鸡的嘛 所以在现在整个社会流量 大量降低的时候 抱歉 整个乡基层 隆安店宣布无限期停业 这个非常非常让我们意外 再来的菊原 菊原这东西 他在大同区这边 他在大同区这边的时候 大概在迪化街大同区这附近 那个时候很多人 尤其是早一辈的 你一定知道菊原餐厅 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最大的日本料理 为什么 他是由迪化街的布商 药材商 还有木材商 一起合资开的日本料理餐厅 简单讲就是在台湾台北 在台北最有钱的台北华尔街好了 你这样称呼他 在那里定下的全台湾最大的料理店 照理讲 我应该是扛巴士 我想叮当啊 他全盛时期厨师是日本来的 里面还有日本琴来 艺技来表演 然后政商民流都会去 现在当然稍微僵一点 可是你看他的背景 他的财力是很雄厚 抱歉 他说已经营业43年 但是这波疫情 挡不住 宣布停业啊 嗯 嗯 嗯